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杀为生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西游记 金丹揭秘第七十八回 转杀为生 第一 体检 每一个人的一点灵光就是赤子之心 他落入人身 在人的思想 在人的行为的 这一生的摆不下 这一个赤子之心 这一个内在的小孩 就像一个被装在笼子里 等着去挨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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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的就是人的赤子之心 人的纯阳之神 这个心灵之光 把这个心灵之光 从这个后天的污浊的环境里 把他给解救出来 第七十八回的题目是 比丘连子浅阴神 金殿弑魔谈道德 唐僧一行走到了比丘国 可是呢 这比丘国的国王 他是昏的 这个国君之昏 讲的就是人心之昏 认不清真假 被一个妖道所耍弄 这个以为 这个采阴补羊 就可以长生 然后呢 采阴补羊把身子掏空了 还要吃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孩的人心 作为药饮子 唐僧看到这种情况 就非常的痛苦 比丘连子 讲的就是唐僧在比丘国 可怜这些孩子 浅阴神 在孙悟空的 降妖的这个 这个行为之下 把这个甲 甲到这个 这个附体的这个动物经 把他给降了 这个阴神 讲的就是 后天意识 加上附体 双重的 他是阴气 而人这个赤子之心 而人这个赤子之心 是纯阳之气 金电 视魔 谈道德 这个道德 这讲 每一个人 就像一个 长出来的一个果子 这一点灵光 就是这个果子的核 这个壶 这个壶 虽然人身已经长出来了 但是这个壶是先天的 这一点灵光 就是这个壶 就是这个先天 谈这个道德 这个壶就是人 仁义理智性的人 就是人的魂 就是太极 一个阴阳合一的 一个太极 就是这个 说这个阴阳合一 是你 人的感觉 心神 和这个天地的元气的合一 是这样的一对阴阳 但是 这个假道 就给弄成了男女的彩阴不阳 说这样的话 就好像一个给一个恶的人 吃西装 那非得葬他的命不可 这就是假道 就好像一个 感觉到寒冷刺骨的一个人 让他再走在冰上 那就是要他的命 这就叫舍制人 而行大不仁 因为他这样的行为 他是杀的人 杀的人这个灵 就叫屠灵 把这个灵屠了 下一辈子 想再转世轮回 投胎为人 都做不得 因为人的灵光的本钱 作为人的本钱 是人的灵光 这个灵光已经被 被无形的给杀了 所以这是最坏的 作为这个 这个国王这个昏君 他不知道真假 他被害成这样 就是因为他昏 如果他不昏 事情也不至于如此 二 保护法身 因德 看不见的德能量 就是救生要师父 在黑暗中 射去鹅龙 救出小儿 得食果 阳神成就 第二 保护法身 这个小说前面有一首诗 叫一念财动 一念财生动摆摩 修持罪苦奈他何 但凭洗涤无成垢 后也收涮有琢磨 说这个修道 最难的就是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一动 它是个阴气 它一动 就有摆摩 就跟着来了 所以修道 能够无心 能够无心 它就是纯阳的赤子之心 它带的就是天地的纯阳能量 就是金光的能量 如果人的后天意识心 这个阴神一动 动一个念头 它带来的都是黑烟黑气 所以就叫一念财生动摆摩 所以修道 最难的就是这个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个管好了 叫早退万元归寂寞 就是你把这个念头乱七八糟的这个事 把它管好了 荡厨千怪 莫蹉跎 管教跳出 繁龙套 行满飞升 上大罗 你要把这个人心把它管好了 一定就能够跳出来 肉身和思想的这个繁龙 人的本来是无辜的 干净的一口纯阳的清气 落到人身 投胎落下来就被绑架了 就被这些阴气 被这些后天的着 着思着想 着惊着气就被绑架了 如果你能管好这个念头 把这些阴气把它去掉 用这个金光能量 把你这一点灵光把它再培养大 把它再复原 培养大了就叫行满 飞升 这个光够了以后就要从身体出来 就叫飞升 上大罗 它就在一个高位空间 它就不在这个低位的三位空间生存 这话说 孙大圣用尽心机 请如来收了众怪 解脱三徒之难 离施陀城西行 又经数月 早直冬天 这又到了冬天了 这个说 离开这个施陀国 就是把人的 后天因神修大了的那种猖狂 那种魔障 把那个东西给清理掉了 就继续西行 你清理掉了一个 你就过了一关 就盖了一个戳 就这个通关文碟 讲的就是过了这个地方 也就是过了这个境界了 就已经提升到下一个境界 他们呢 就到了这个地方 孙悟空就打听 说这个地方原是比丘国 金改小子城 但不知改名之意何如 他们就往前走呢 看这个街道呢 还是挺繁华的 但是家家的门口 都有一个鹅龙 这个笼子里都搁了个小男孩 没有一个小女孩 这个小孩呢 也就是五岁到七岁的样子 这个比喻的 这个笼子比喻的 就是内心的小孩 就是投胎的这一口 他就是纯阳的 他在这个能量 长大了 长大了以后 他是一个五到七岁的 一个小孩的样子 然后呢 他们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们住下来以后呢 就问那个负责人 就这个议整 就是这个议站的负责人 然后这个人就说 天无二日 人无二理 养育孩童 腹精某血 怀胎十月 待时而生 生下不育三年 建成体相 这个讲 十月怀胎 三年不育 讲的就是 这个心灵之光 从一个 养到十个月 一个光点 到一个三年 把它养成一个很大的 一个圆的月亮一样 建成体相 这个月亮 就是 本性佛光的这个体 它的本体的相 就像一个大的月亮 就是这个法相 然后呢 这个唐僧就很想问 这个议整 就不愿意告诉他 就说 你赶快走路吧 你为什么非得问呢 这个哈 三藏一发不放 定此要问个详细 就没办法了 这个 这个议整 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就跟他说 是所问 俄龙之事 乃是当今国主 无道之事 你只管问他怎地 三藏道 何为无道 必见教明白 我方得放心 义整道 此国原是比丘国 尽有民谣 改作小子城 就是不是这个国家改了国号 是老百姓给他改了 老百姓就说 这不叫比丘国 比丘就是和尚 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和尚国 好像是一国都是有道的 都是修道的 现在改成了小子城 说三年前 有一人 有一老人 打扮做 道人模样 协议小女子 年方十六岁 三年前 这个三年 这个 反复的提 这个三年 这个三年呢 三生万物 这个三就是和气 这个三呢 也是养心灵之光的 时间段 所以在西游记里头 无数次的提到三年这个时间 其他讲的就是这个心灵之光 养育的时间 就是三年 三年就成了 成熟了 说其女 形容焦俊 貌若观音 静贡与当今 陛下爱其色美 宠幸在宫 好为美后 进来把三公娘娘 六院妃子 全无正眼相去 不分昼夜 贪欢不已 如今弄得精神受卷 身体亡泪 饮食少尽 命在虚余 就讲这个 美貌女子 已经把 国王的精气神 给耗光了 这个国王耗得快死了 然后呢 禁难女子的道人 受我主告封 称为国杖 国杖有海外秘方 甚能延寿 前者去 十周三岛 才将药来 具已完备 但只是药引子厉害 单用一千一百 一十一个小人的心肝 煎汤服药 服后 有千年不老之功 这些 鹅龙里的小儿 具是选旧的 养在里面 这小孩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就是最典型的 这个 以这个有形有相的 这个后天的这个假的东西 乌浊的东西 以为是道 这就是 这个 这个假道 不懂真的东西 这一千一百一十一 其实讲的就是一 讲的说你如果 有一千多的心 讲的就是人的后天意识心 有各种各样的 麻烦各种各样的心思 其实呢 只有一个真心 只有这个道心 是因为这个道心 这些只不过是这个道心的一个显化 所以你不要被这东西迷住眼睛 你要回归那个意心 那个道心才是真正的大药 才是这个本来的 本先 这就是在批这个 这个假 这个有形之假 人家父母惧怕枉法 拒不敢提哭 遂传播谣言 叫做小儿成 这个老百姓把他叫小儿成 是因为人家家家都在遭这个难 又没有办法 所以就在那发这个抱怨 改的这个名字 此非无道而合 长老明日道朝 只去捣唤观文 不得言及此事 言必抽身而退 虎得长老 骨软金马 止不住 塞边累赘 忽师生教导 昏君昏君 为你贪婚爱美 弄出病来 怎么驱伤这许多小儿性命 苦哉苦哉痛杀我也 这就有一首诗 就讲这个 这个唐僧 非常的这个伤心 这猪八戒就说 师父 你怎的起 真把别人棺材 抬在自家里哭 不要烦恼 这个猪八戒呢 他是一个 自私的心 他所有的心是 从他自己想的 他没有唐僧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公心 一个慈悲心 所以说意思 你就不要管这个 不要管这个闲事 但是呢 他这话里呢 也有一点道理 就是说 其实他就说这个婚 说是 人之所以 这个 这个小儿成 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 是因为人的心婚 是这个国王的心就婚 所以才有这样的事 如果人 心是婚的 还想长生 那就是笑话 那不仅不能长生 还得找死 这个 唐僧就说 就一边哭一边说 徒弟啊 你是个 不辞悲悯的 我出家人 积功累行 第一要行方便 怎么这婚君 一味弧刑 从来也不见 痴人心肝 可以严肃 这都是无道之事 叫我怎么不伤心 这讲的说 这个 这是一个 伤天害类的一个 一个坏事 这已经把人的良心 良心都没有了 人成道 是这个天良 本善之心的成就 你首先自己就 做了这样的恶 连起码的良心都没有 你怎么能成道呢 所以就说 这个邪门歪道 他那个黑心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不管 弄一个假的东西 把人的这个生灵 都给人家杀了 八辈子 他都还不起了阎王债 他才不管呢 还美其名曰的是 教人修道 这就是说 一味的忽刑 乱却了天良 哪有坏了天良 能长寿的呢 就讲这个 唐僧的话 就含着这样的道理 然后就说 这个 说那个 孙悟空就来劝 说这个 师父 你且睡觉 明日等老孙 同你进朝 进朝 看国障的好歹 如若是人 恐他走了 旁门 不知正道 徒以彩药为真 代老孙 将先天之药指 化他归正 据说 若是要挟 我把他拿住 与这国王看看 叫他宽裕 养身 断不敢伤了那些 孩童的性命 这说 说他要是一个人 他相信采迎北洋 他就是走了邪道 孙悟空就把这个 先天的正道 交给他 让他改邪归正 这讲说 先天的正道 是一个无形无相的 虚无的 阴阳交感之气 不是有形有相的 男女的这个 彩阴不扬 不是这个后天的假的 这后天的啊 就叫扎蟹 根本不能入药 这个先天的 是无形的 是你的 原神感觉的 是你这种得能量 看不见的 暗中 失为的这样一个 一个行为 他就把这个 心灵之光 把这个 关在笼子里的这个真人 就是 被炫之赤子 转杀为生 就没有什么 要什么 采药 要做什么事情 只是这个 暗中的 这个看不见的这个 得意缘体 他就是药师佛 他就是金丹大药 他就是成就人的 这个 这个能量 先天的 是这个东西 而不是什么 有形有相的 什么什么男女的 那个那个阴阳 你说如果人 搞错了 就交为他正道 如果是妖 就灭他 也就是说人 用的后天意识心 整出来的 有为的恋了 全是错的 所以要改去归正 如果是一个附体 一个妖怪 那就一定把他杀掉 灭掉 一定不能伤了这些 孩童的性命 讲的就是 不能伤害人的 心灵之光 人的这个 赤子 赤子之心 这个心就是天地之心 绝对不能伤这个 所以杀妖精 是为了保这个 因此杀妖精 就是功德 这个三藏听了呢 就非常的高兴 说哎呀 说这个 说说你用什么办法呢 他说 宋空说 我先把这些小孩 牵给藏起来 让他明天 他要取这些小孩的心 这件事 我让他办不成 无物取心 然后呢 等到这个事解决了 再把这个小孩 给还回来 三藏顺喜 又到 如今怎的小儿离城 若果得 若果能脱得 真贤徒 天大之德 讲的说 这个把这个小孩 保护起来 其实 讲的就是 天大之德 这就是天德 每一个人的心灵之光 就是天德 所以这就是 天大之德 就 就不是一个赞美 就是一个实在的 实在就是 保护这个天德 保护这个光 这个发身 不能被 因 世神 这个因神 和这个 附体的这个妖魔 绝对不能让这个阴性的这些 这些 这些拉击 把这个 纯阳的这个小孩给伤了 然后他就说 说 你 纵空就说 你看 但有阴风 刮动 就是小儿出城了 这个 讲的就是 人的这个风持血 风持血 这个是神的 这个神窍 讲的人这个光 从这个地方出来 说出来的时候就有风 讲的就是出窍 所以小而出城 比喻的就是阳神出窍 然后呢 猪八戒沙僧和唐僧他们三个 一起聚念 南无救世 救生药师佛 南无救生药师佛 三个人就在这念 这个药师佛 他们这个念呢 就是在帮助孙悟空这个先天仪器 在助力 他们就一直在这念这个 实际上念这个药师佛念的就是这个 这个得一能量 因为这个小孩这个光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以后需要有能量支持他 所以他们在这念 实际上就是在汇聚能量 就好像一个人原精发动一样 用这个能量来支持着外边这个光 所以他念药师佛是这样的用意 所以这就是这个阴德 所以就是看不见的这个德能量 就是救生药师佛 在暗中 射去鹅龙 救出小儿 得食果 三 金殿论道 三界空 而百端志 六根茎 而千种穷 若乃 若乃坚 坚肠之绝 虚当实心 心静 则 孤明独照 心存 则 万静 皆清 第三 金殿论道 这孙悟空呢 就走了 就叫来了这个天兵天将 把这个小孩 就给弄走了 保护起来了 收藏起来了 说这个 不得恶损 在暗中保护 不得使他惊恐啼哭 带我除了邪 治了锅 劝证君王 临行时 送来还我 他就给这些这个 这个 这个天兵天将 这个护法加兰 就给他们说 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 说这个 这就是讲的无形 荡雁 三更十分 众神级 把鹅龙射去 各处安藏 这讲的就是 全是神郡的 因为这个 这个纯阳之神 他就是个虚的 这个 护法加兰 这些天兵天将 也是虚的 他只不过就是这个 道光这个纯阳的能量而已 他是一个无形的 所以就说是神奇 把这些 小儿给弄走 给好像就 就 就给藏起来了 其实都是虚无的 然后 孙悟空下来了 下来了以后 只听着他三人还念 还在念药师佛呢 他也心中 暗喜 就问 说师父 我来也 阴风之起如何 拔解道 好阴风 然后就 就说了 把这个小儿已经救了 然后他们就 睡了 睡了呢 第二天 他们就 准备去 去这个 去换这个通关文谍 然后孙悟空呢 就跟着 说你一个人去不行 我跟着你 我去看看那个 要挟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段描写 这描写呢 唐僧呢 平时就是穿着 很普通的衣服 这次呢 他是 就是很隆重的装扮 来上这个潮 因为他要在这论道 所以他就 穿上了佛祖的袈裟 戴上了皮鲁帽 九环膝杖 手中拿 胸藏一点 神光庙 这一句是最重要的 讲的就是说 唐僧的心灵之光 这个心光已经 能够 长大了 并且能够很玄妙的作用了 所以叫 胸藏一点 神光庙 这就专门在这一集 也就是说经过了 这么多的心灵的磨练 这个心光 终于 长出来了 然后到了这个朝廷上 就看这个国王 开言时声音断续 就是说话都说不整了 就是一个人 一点洋气都没有了 然后这个国长呢 就 就这个挑选 就说 西方之路 黑漫漫有神好处 三藏道 自古西方极乐之圣境 如何不好 然后就国王就说 证文上古有云 僧是佛家弟子 端的不知 唯僧可能不死 相佛可能长生 然后唐僧就给他讲了一顿 这个国王这个话 典型的就是后天意识的代表 以为说你做了一个和尚 这个肉身就可以不死 以为长生不死的是肉身 相佛可能长生 意思就是这个肉身不死 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长生 就是这个后天意识 这个唐僧呢 就给说了一顿 这个 说这个 为僧者万元都罢 了性者诸法皆空 也说你 很自在了 没有什么东西能巴住你 任何东西来了 就化解掉了 来了就过去了 不会停留 这叫万元都罢 诸法皆空 没有那么多麻烦 什么这样练功 那样练功 那就都没有了性 了性了以后没有法 说大智显显 但不在不生之内 真机默默 逍遥于寂灭之中 就是这个不生不灭 这个 好像是看不见的 这个 这个玄关 这个 这就是那个不生不灭之体 这就是那个真机 就是很清静的 很自在的 和这个天地的 这个生机在一起 所以这个 三界空 而百端之 六根镜 而千种穷 若乃坚诚知觉 虚荡 世心 就是你 你修到 到底哪个是真心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要知道了 三界空 六根镜 就可以做到 这就 这就很长 这个 就很长的 这有一句话说 但是一心不行 万行自全 说你这个心 是个自然空静的这个心 一个乱七八糟念头都没有的 这种自然的自在的这种心 万行自全 就是你的真心移动 它就是能量 它就化为现实 但是如果你有乱七八糟的心 它的这种玄妙就出不来 所以你要 这个空 这个 这个本心出来 才能够和这个能量为一体 才能万行自全 才能是心想事成 才能是 就没有这个 没有什么此案 根本就没有距离 若云采阴不扬 称为谬语 福荣长寿 实乃续词 只要 沉缘 只要沉沉远总气 物物色皆空 素素纯纯寡爱欲 自然 享受永无穷 这个都很容易理解 然后这国账就急了 你这和尚满口胡柴 就是 就是说 你不知那性从何而灭 枯作 翻蝉 尽是些盲修瞎恋 然后就一大顿的 这个这个骂 之后呢 就说了一大顿的 道理 好像是 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 说的是对的 但是做不到 所以他是假的 他做的都不是一套 他说修仙者 古之坚秀 达道者 神之罪灵 然后什么什么采药 什么夺天力之秀气 采日月之精华 什么应四十而采取药物 养九转而炼 炼丹成 跨清鸾生子府 齐白鹤上穷精 讲的就是这人 这神就修成了 说三教终之 无上品 古来为道 独称尊 好像是 这是 太上 无闻法门 最高法 好像他也懂 但是 等到后来 揭露了他的嘴脸 他的产阴不扬 和弄个狐狸精 就知道 他说的全是假的 他根本就 做不到 就是叫口是心非 就是假道 四 大作小 大者阳 小者阴 以大作小 阴阳颠倒 水火相继 造命之道 莫过于此 行者便唐僧 唐僧便行者 忽书之间 内外互记 转移造化 妙道天机 第四大作小 这孙悟空呢 就 就变成一个 一个小飞虫 就去打探消息 就听那个 这个宫殿里 就有人来报告 我主 我主 今夜一阵冷风 将那各访 各家 俄龙里 小儿 连龙都 刮去了 更无踪迹 国王文奏 又惊又恼 对国障道 此乃天灭阵眼 连跃并重 欲依无效 信国杖 赐先方 专带 今日 五十开刀 取此 小儿心肝 作隐 何其被冷风刮去 非天灭 非天欲 灭寡 而行 而合 国障笑道 陛下且 休烦恼 此儿刮去 正是 天宋 长生 与陛下眼 国王道 见把龙中之儿 刮去 何以反说 天宋 长生 国障道 我才入朝 见一个绝妙的药引 抢死 一千一百 一十一个 小儿之心 那小儿 之心 只言得 陛下 千年之寿 此影子 吃了我的仙药 就可言 万万年也 他这说的 这个小儿 其实讲的是 星光 这个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国王 因为这个 这个误认为 这个男女双修 误听了这个 把这个男女双修 这个浊精浊气 这个东西 他不懂 已经是这个 就非常危害了 现在呢 又要吃这个人心 这已经就是 灭 灭绝了天良 比喻的来说 他就以为吃这个小儿 这个心 就能够 就能够得到 以为这个就是那个 道心 所以说 他不管是 财阴不阳 还是吃小儿的 这个心 全是这个 邪道的 那个 这个妄想 这个心呢 讲的这个 这个心光 说这个 这个妖怪呢 他就是要偷这个人的光 他下辈子去 他死了以后 下辈子 他能够带着人的 这个 精气神 这个光 能够投胎为人 他现在呢 是借着这个 皇帝的这个 这个力量 他就不仅是偷光 他就直接要 把人给杀了 要吃人那个心 这就讲这个妖怪 简直就是 邪恶透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心 这个 寄心寄佛 这个心 它是放光的 但是这个光 是道光得能 是天地的光 不是你一个个人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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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孤音 就可以 放光了 所以呢 这个光呢 它是一个 玄妙的 它不是 跟这个心有关 但它不是你这个 不是你这个物质的 它是一种 无形的 它是一个 鬼神莫测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 想吃这个 小孩的心 就能够 这个 活千年 吃这个 唐僧的心 就活万年 讲的就是 吃这个 金丹 偷这个 这个 这个 然后 这个 国王 不知是何要引 请问再三 国长才道 那东土 拆去取经的和尚 我观他气宇 清静 容颜 起整 乃是个 实事修行的真体 自幼为僧 原阳未泻 比那小儿 更强百倍 若得他的 心肝煎汤 服我的仙药 租宝 万年之寿 这个 这个昏君呢 就十分听信 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早说不就把他给留住 了吗 说他要 跟他要这个心肝 他要同意 就给他建个庙 他死了以后祭死他 他要不同意 直接就把他杀了 直接就取出来 所以他就开始把各个门都关了 把这个驿站围住 就坚决的 要取这个唐僧的心肝 然后这个孙悟空听了这个话以后 赶快就飞回来 就陷了 原神 就给他们说了这个事 这个 这个唐僧唬得三师神散 七窍阉生 倒在尘埃 浑身是汗 眼不定睛 口不能言 这个三藏一下就吓死过去了 然后我就问孙悟空 说如何是好呢 孙悟空说 若要好 大作小 这个 这个金丹 它是一个阴阳颠倒 颠倒阴阳 它是这样的一个水火寂寂 这个五行的这个逆生 它是这样形成的 所以这个大作小 师父为大 徒弟为小 师父为阳 徒弟为阴 现在反过来 要师父做徒弟 徒弟做师父 阴做阳 阳做阴 要颠倒阴阳 这个说 若要全命 师做徒 徒做师 方可保全 三藏道 你若救得我命 情愿与你做徒子徒孙也 行者道 既如此不必迟疑 叫八戒 快活些泥来 那呆子 既是钉耙 住了些土 不敢外面去取水 后就撩起衣服 撒尿 喝了一团 骚泥 地狱行者 这讲的是 猪八戒 撒的尿 活的土 就是以戒为体 孙悟空呢 把这个泥 给变 叫以形为用 内外 打成一片 大小无伤 两国权 讲的就是这个阴阳 这个阴阳呢 同时的这个 得好处 其实他讲的这个更深一层的是 内外打成一片 就是说你 你这个内在的 这一念之真 和这个外在的能量 他就已经是化一的 已经是一个可以 说什么就是什么的 他讲的就是这个光的这个玄妙 然后呢 改头换面 行者没奈何 江泥 扑作一片 往自家脸上一安 坐下个猴子像的脸 就拿自己的脸当模子 就是 这样好像是那个 打了一个膜一样 这一个猴子脸的膜 叫唐僧 站起修动 再莫言语 贴在唐僧脸上 念动真言 吹口掀起 叫便 那长老去便做个行者模样 脱了他的衣服 以行者的衣服穿上 行者却将师父的衣服穿了 念着诀 念个咒语 摇身变作唐僧的嘴脸 这就讲的是吧 就是说好像忽然的就变了 这个变 其实讲的是内外互迹 这就是天机妙道 这个转移造化 好像说 这个内在的 这种本性的能量 这一定时就可以把 另外一个形象 就把它给显化出来 你说这个所有的佛 是你的本性佛 他的一个显化 所以你就一一的能够 就所谓的好像变脸一样 把那个人的精气神 把那个神器给呈现出来 这个象 这就讲这个妙象 这就讲的心物一缘 彼此扶持 非色非空 这就讲这个先天的这个 这个妙用 当你的心灵的足够干净了 你的这个 这个疑念之真 这疑念已经是真了 所以他就可以瞬间的就变化 八戒沙僧也难试任 正当核心装扮停荡 只听得锣鼓齐鸣 又见了刀枪簇拥 原来是雨林未官 领三千兵 把管义 围了 只是他们正在里头 赶紧抓紧的化妆 这个这个变化 把这个唐僧给给给 给变成送空 刚刚弄完 这个就来抓人了 这一集就讲这么多 下一集再见 三千兵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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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